花蓮市公所针对国心里临界公园进行周边环境改善工程 在园区内还增设多工人羽球场 市长物家业特别由建设科长徐国成及工程对同人陪同前往线刊 希望可以打造全新的休闲运动场域提升市民的用路安全 为提供里面优质的休息场域及运动空间 同时改善临界公园内原有设施环境 花蓮市公所除了获得多位议员的建议款项 县政府也核定补助经费 将园区内就有流冰厂拆除改建为多工人羽球场 而临界公园旁的接铃九街也因现有道路狭载路边停车需求高 造成车道宽度不足回车困难 也经由国心里长渝慧君协调地主开立师做公共设施同意书 办理临界公园周边环境改善工程 我们今天在国心里 那很谢谢我们渝慧君与里长的用心 然后我们几位议员也极力争取经费 向县政府争取经费来这边做临界公园的场地 还有借铃九街的步道路面的改善工程 那也希望可以带给国心里 还有我们民众有更好的舒适的生活环境 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县议会的我们有 吴东升议员 徐子方议员 迪布施议员 李正文议员等多位议员的一个协助 向县政府 徐县长县政府这边争取积极的争取经费 那来改善我们的周边的一个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工程 以及我们溜冰场改成我们的一个羽球场的一个工程 那未来也希望说我们有更多的工程也要麻烦我们的不只是县政府还有议会 那甚至也要拜托我们的代表会的所有同仁 我们一起来改善我们花蓮市所有需要改善的一些公共工程 那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最大的推手就是我们仪惠军里长 在这个协调土地跟我们公共工程的一个过程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也协调了好几年 卫家宴指出施工所积极完善人形环境 并陆续增建维护青子公园建设 去年获行政院核定2100万元办理的 花蓮市公园串租营造计划2.0 将在近期陆续进行发包作业 提升辖内多座公园环境与安全性 而目前正在执行的花岗细沙池改善工程 也预计在5月份完工并取得安全检验后 重新对外开放 未来施工所将持续争取经费及寻觅场地 规划新设青子公园 并打造友善亲子活力宜居的城市而努力 记者许立琴华林市报导